我第一次见皇后就弄坏了她的奉差 皇后说我恃宠而骄 气得要打我板子 结果却被皇上拦下 算了 她脑子不太好 皇后文言咬牙很笑 说皇上是色迷了心窍 后来皇后发现 我脑子是真不好 我是家中央 几个姐姐都早早嫁人 所以选妃的旨意下来的时候 进宫的人选 理所应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几个姐姐都哭红了一眼 只有我抱着饭碗吃得欢食 我爹瞥了我一眼 意味深长地问我想不想进宫 我头也不抬得继续扒拉饭 随口打了一句不肯 长姐抽抽叨叨劝我 进了宫有待不完的经营手势 二姐咬着帕子说 宫里有很多漂亮姐姐能陪我玩 我通通不搭理 直到我爹踹了我一脚 说进了宫有吃不完的大肘子 于是我乐颠颠收拾东西 第二天就被抬进了宫 进宫第一件事 就是吩咐御膳房 给我做红烧大肘子 结果我爹派来伺候我的春桃 却告诉我 我位分太低 不能吃大肘子 我扁了扁嘴 不死心地又问 那芙蓉大虾呢 春桃又摇头 烧花鸭呢 我一连报了十几个菜名 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复 这下我真没忍住 哇了一声哭了出来 我爹那么大把年纪 怎么还骗小孩 春桃健壮赶忙往我嘴里 塞了一块甜膏 甜滋滋的味道 在口腔里蔓延开来 我抽抽叨叨止住了哭 又朝春桃伸出白嫩嫩的手 眼睛湿漉漉地看他 还要 春桃索性把身上的甜膏都给了我 我欢欢喜喜吃了起来 春桃健壮松了口气 轻声道 老爷送小主进宫 也是没法子的事 小主性子纯良 只要不争不强 咱们在宫里总是能安稳的 虽说小主的位分低了些 吃穿用度 也比不上那些个受宠的娘娘 那好歹日子能过得安逸些 我皱着眉 咬着筷子 看着面前站了一大半桌子的青菜 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站起身子 豪气万丈指天立志 我要做宠妃 啥 春桃眨巴着眼看我 一脸惊恐地捂住我的嘴 小主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胡乱点了点头 抄起筷子开始干饭 边干饭边骂爹爹是大骗子 吃饱喝足后 我满足地躺在床上拍拍肚皮 突然想起临走前 我娘拉着我的手 哭得梨花待雨 千叮咛万嘱咐 进了宫一定要常给她写家书 于是我又跳下床 翻出纸笔 想了一下 抬笔写道 问娘亲爹爹安 女儿在宫中一切都好 唯有吃食差了些 不过娘亲放心 女儿一定勤勉争宠 争取早日吃上大肘子 写好信后 我郑重地交给春桃 第二天一大早 春桃就把我拖起来 伺候我梳洗 我看着刚亮的天色 撒娇问她 能不能再睡一刻钟 春桃无奈地叹了口气 同意了 结果我一直赖到日上三甘才起 好在如今皇上为册封皇后 我不用每天晨起去请安 如果皇上能一辈子都不立皇后就好了 吃过午饭 争宠的心更加强烈了 我拉着春桃出门溜达 话本里都是这样写的 某某妃子刚进宫 在御花园偶遇了皇上 皇上对其一见钟情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所以我溜达得格外卖力 春桃看着我这般兴致勃勃的样子 也不好服了我的兴趣 只能紧紧跟着我 防着我惹事 结果还不等我惹事呢 先遇上事了 不远处的亭子边上 一个粉裙女子 发脊凌乱跪在地上 面前站着个公非模样的女子 看穿着品级四十不低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公斗 我兴奋地拉着春桃要去看 结果春桃却死胡不动 他拼命冲我摇头 我只能妥协 跟他躲在不远处看着 春桃一开始不敢看 后来也好奇地探出半个脑袋 只见那公非模样的女子 一脚踩在粉裙女子的背上 语气里带着四翼语张扬 再让本宫看见你 穿得这么花枝招展 在御花园里晃荡 本宫就送你去喂太夜池的鲤鱼 还不快给本宫滚 那女子诺诺应了声好 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跑了 我心里暗道一声不好 赶忙问春桃 我今日穿得是否花枝招展 春桃看着我无奈地摇摇头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结果这口气还没顺下去 就听见女子张扬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你是哪个公的 完蛋了被带到了 我哭丧着脸抬起头 正对上一张明媚动人的脸 好像春日里的阳光 舒展大气 那女子看见我破吃笑了 你也是妃子 她语气里带着浓浓的鱿鱼 好像十分看不上我 我文言顿时来了脾气 于是大脑一抽筋 直接挺直了腰杆 气鼓鼓冲那不知品级的妃子道 我爹送我进宫 可是要当宠妃的 你 你 你不能打我 后面那句明显底气有些不足 春桃在后面 都快把我腰子掐烂了 好疼 呜呜 那美人妃子文言 不但没有生气 还哈哈大笑起来 她涂着豆蔻的手指 轻轻捏了下我的脸 当宠妃 真有志向 好像在夸我哎 我嘴角忍不住上扬起来 十分得意的看了春桃一眼 春桃无奈服额 我懵懂得眨眨眼 又看了美人姐姐一眼 姐姐 你也是皇帝的妃子吗 她文言十分自得的挺起胸膛 本宫可是贵妃 如今后卫空悬 整个后宫 本宫的位分最大 我顿时崇拜地看着她 然后小声问她 是不是每顿饭都能吃上大肘子 啥玩意 贵妃好像被我镇住了 她瞪大了眼睛看我 好扮上才反应过来 指着我颤声问 你进宫就是为了大肘子 我皱巴着脸 纠结了一下 又小声补充了一句 还有松鼠桂鱼 东坡肉 佛手酥 四喜丸子 贵妃不愧是贵妃 她很快就从震惊中收回目光 然后十分大气地一挥手 跟本宫走 保准你顿顿吃肉 我高兴地跳起来 亲密的晚上贵妃的胳膊 贵妃扒拉了几下 没扒拉下来 索性就由着我了 贵妃住的地方比我的大好多 装饰的也更富丽堂皇 没一会儿 我说的那几道菜就被摆上桌 我吃得眼冒金光 贵妃看得目瞪口呆 至于春桃 她已经放弃了 等我添第三晚饭的时候 贵妃有些小心的开口 宫里不给你吃饭吗 我抿抿嘴 想了一下 点点头 吃得不怎么好 贵妃文言看我的目光 更加恋爱了 好孩子 多吃点 不够再让他们做 我高兴地点着头 谢谢贵妃姐姐 你人真好 贵妃文言 眼神落寞了一瞬 你倒是第一个说 本宫人好的 我塞得塞帮子鼓鼓的 但还是眼睛亮晶晶地 看着贵妃 坚定道 贵妃姐姐天上地下第一号 贵妃烟红的嘴角 扯出一抹笑来 但是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此后三个月 我每天雷打不动地过来 早上天一亮 就爬起来吃早餐 贵妃小厨房 做的卸粉小笼包 现在人舌头都要掉了 吃完早餐 我就缠着贵妃 一起打叶子牌 吃过午饭 贵妃想小气一会儿 我直接把她从榻上拖起来 兴奋地掏出围棋 因为我发现 每次下围棋的时候 小厨房都会准备茶点 刚出锅的新人 素配上酥油茶 简直绝了 晚饭过后 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几个月下来 我胖了一圈 贵妃受了一大圈 最后她实在受不了了 咬着牙 将我打包送给了皇上 进宫三个月 我第一次见到皇上 她长得不是话 她本子里上了年纪 留着胡子的威严形象 反而年轻得很 如果我像长姐一样有文化 我一定会说些 譬如清风济月 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之类赞美的词 可惜我没文化 只能说句卧槽 来代表着我对皇上长相的赞叹 贵妃把我往皇上身前一塞 十分殷勤地说 这是新入宫的 皇上还没给威风呢 皇上大抵是把我忘了 看了半天才想起来 指着我迟一道 你是 是 赵氏郎家的 我文言 小脸皱起来 闷闷开口 臣妾江宁 父亲是五威将军江正海 皇上这才恍然大悟 我见状十分伤心 爹爹还说 他在皇上面前 伯儿有面子 结果人家压根不济的 他还送了闺女进宫 许是为了抚慰我 皇上在贵妃的怂恿下 刺了我套头面 还被我封了个戎平的称号 等皇上下完旨意 我和贵妃娘娘 又眼巴巴地看皇上 陛下 还有吗 皇上被问得有点懵 他紧张地问我们 还有什么 贵妃刚准备开口 突然想起来 自己要矜持端庄 于是拧了下我的胳膊 示意我趁着皇上在 在要些什么 我高兴地扬起脸 冲皇上笔话 厨子 臣妾想要宫里 最会做饭的厨子 贵妃娘娘满意地点点头 皇上这下子更懵了 他大概是没想到 会有人上赶着讨风赏 还指定要什么 但皇上毕竟是皇上 他很快就从震惊中 缓了过来 然后目光审视地看着我 宫中规矩 只有正三品以上的飞味 才能赐欲除 说着 他漂亮的眼睛中 突然闪过魔脚侠 像只老谋深算的狐狸 不过 容贫努努力 也不是没有机会风飞的 我文言眼中顿时迎满斗志 贵妃看了看皇上 又看了看我 最后无奈地扶着额头连声叹气 陛下就别逗阿宁了 皇上文言 哈哈笑起来 只剩下我一头雾水 看着他俩 后来皇上像是终于 找到了什么乐趣似的 成日往贵妃娘娘宫里跑 偶尔还会逗我一下 每次来 皇上都会给我带好吃的点心 不过到了晚上 他们就会把我赶出去 没吃饱 也不能留下吃夜宵 有一天我没忍住 又偷偷溜了回来 结果贵妃身边的侍女锦容 死活不让我进去 我只能郁闷地 坐在台阶上不肯走 皇上肯定背着我和贵妃姐姐 在吃好吃的 就因为我胃分低才不肯带我 想要做宠妃的心更强烈了 我这样想着 竟睡着了 第二天 皇上一脸艳足地出门 结果看见台阶上坐着的我 吓了一大跳 我委屈地瞪了她一眼 哭唧唧跑进去 找贵妃贴贴了 贵妃知道后 笑得合不拢嘴 她漂亮迎论的手指 点着我的脑袋 你呀你 这皇宫里 怎么就贴了我们阿宁这么去人 我在后宫的日子 是很快活的 虽然等级不够 没有小厨房 但是我有贵妃这个大腿 这天贵妃说要午睡 倒赶了出来 我只能一个人 在御花园里消失 迎面碰上的美人 皇上的命真好 有这么多漂亮姐姐陪着她玩 那美人一身鹅黄色的裙子 翘生生站着 就像九月的桂花 走近了 连身上都带着桂花香 我拧着眉想着 到了该吃桂花糕的季节了 谁真的美人 看我却是一脸不屑的模样 她故意用我能听得见的声音 对着旁边的宫女说 有些人啊 天生就是当狗腿子的料 自以为攀上贵妃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也不想想 咱们贵妃娘娘荣宠在身 又岂会把一个不亲眼的嫔妾 放在眼里 不过是闲暇时动动两下 当个玩意儿罢了 我听了有些不对劲 有人要跟我抢贵妃姐姐 于是我小心走过去 戳戳那美人的胳膊 美人姐姐 你在说谁啊 那美人见状吓了一跳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过来 她红唇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 我皱皱眉 看了眼春桃 春桃连忙摇头 这四下也没别人了 想到这里 我顿时一脸戒备的 看着那美人 倒是长了一副好皮囊 但是竟然妄图勾搭 我贵妃姐姐 过分 太过分了 那美人被我看得有些懵 她惊疑的拧起眉头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仗着自己漂亮 想跟我抢贵妃姐姐 啥玩意 那美人错愕的看着我 似乎没反应过来 她指了指自己 问我 你知道本宫是谁吗 我依旧一脸戒备的看着她 心里却慌得厉害 她要拿位分压我了 我一个小妃嫔 无权无势 怎么抢得过她 要争宠的心更强烈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娇媚女子的位分 仅次于贵妃 是位列四妃之一的淑妃 我看着她 柳叶眉 樱桃口 八掌脸 杨柳妖 十足的一个妖艳美人 咸杨淑德是一点也不沾颠 这妃味是花钱买的吧 为了防止贵妃姐姐 被那小妖艳抢走 我按搓搓在贵妃面前 说淑妃坏话 说她脾气大不温柔 还不爱吃大肘子 结果宫里传着传着就成了 淑妃娘娘脚臭不爱洗澡 还爱吃大葱包大蒜 真是离谱她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所以在淑妃娘娘气冲冲来找我的时候 我直接一路小跑 跑进了贵妃姐姐的寝宫 躲在她身后 探出半个脑袋 看着淑妃掐着那杨柳腰 怒冲冲闯了进来 一进门 就直呼贵妃明慧 孟长 你真是好本事啊 我吓得赶紧跳起来 捂住贵妃的眼睛 贵妃姐姐只准看阿宁 淑妃闻言顿时虎去一阵 涂着鲜红豆蔻的手指 颤巍巍地指着我 你 你吗 贵妃笑着拍了下她的手 小孩子的玩笑话 你这个没轻重的 还当真的不成了 淑妃冷哼一声 别过头 耳朵却悄红了 午饭的时候 淑妃还赖着不走 我拿眼神偷瞄她 她柳梅倒树 吼我 看什么看 本宫脸上有字吗 娘娘你还不走 甚至想蹭饭 淑妃还没说话 贵妃姐姐先笑开了 她点着我的脑袋 说好了 都留下一起吃吧 我很喜欢贵妃姐姐 她一点不像工人说的那样 飞扬跋扈 反而是个脊髓性洒脱的人 今天的午膳 有我最喜欢的松鼠鲑鱼 平日里贵妃姐姐 不爱吃这些油腻的 所以按理说 我可以独享一整条 可是今天多了个淑妃 我看看淑妃 又看看鱼 最后仿佛是下了 极大决心似的 夹起一大块鱼肉 放到了淑妃的碗里 淑妃错愕地抬头看我 就看见我飞快地 把整盘松鼠鲑鱼 都护在了面前 宛如一只护食的小猫 淑妃强忍着直吐吐的太阳穴 本宫不跟你抢 最后那个字 几乎是咬着牙齿说出来的 我闻言暗暗松了口气 经此一事 淑妃和贵妃的关系 倒是缓和了不少 后来我听贵妃身边 伺候的景龙说 两人在归中时就不对付 两人本就是家世相貌 都顶好的世家女 自然免不了常被拿出来比较 贵妃娘娘性子急躁 急恶如愁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反而是笑面虎一样的 淑妃娘娘年轻时更讨人喜欢 说到这里 景龙笑了一下 没想到进了宫 反而是咱们娘娘压淑妃一头 我吃着酥糖 也郑重地点点头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贵妃姐姐 就系天底下 顶好顶好顶顶好的女子 任何人都比不上贵妃姐姐 一旁的嬷嬷看不下去了 拍了下我和景龙的脑袋 你们两个 这话在自家院里说说也就罢了 可别出去说 落了人家话饼 我吐吐舌头 知道了 嬷嬷 可惜快活的日子 总是很短暂的 皇上要娶皇后了 听人说 娶的是当朝左相之女 以她的家世地位 当皇后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是 宫里的其他几个娘娘都看得很淡 虽说不想当皇后的妃子 不是好妃子 可是各宫娘娘们 都知道自己的金粮 不会去肖想些不属于自己的 就连圣宠如贵妃 也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和宫上下 唯有我 愁容满面 眉目不展 淑妃娘娘过来找贵妃 瞧见我这般 有些惊诧的拧起眉头 怎么哭丧的脸 明日是风后大典 嗯 那又怎么了 话音刚落 淑妃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似的 你这丫头进宫来 该不会是冲着后卫来的吧 我犹如看傻子一样 看了淑妃一眼 然后掰着手指头问她 娘娘你进宫多久了 两年了 怎么了 这两年每日都是几时起的 陈时啊 本宫可不像你 整天睡到日上三杆才起 我闻言叹了口气 看样子 淑妃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我抬起头 郑重地分享了刚刚得到的消息 娘娘 以后我们每天卯时 就要去给皇后请安了 卯时啊 等贵妃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我和淑妃 咽头搭脑地坐在她院里 仿佛双打的茄子一样 得知缘由后 贵妃轻轻挂了下我的鼻头 你个小丫头 还真是无力不起早 说着 她又拍了下淑妃的脑袋 还有你 跟那孩子一起瞎胡闹什么 让你平时多看书 多学规矩 给皇后请安这种事 每日出一时五去就行了 一个月拢供 就去这两天 还起不来吗 淑妃娘娘文言 顿时笑开了 就像院子里开的正宴的海棠 我很喜欢那时的我们 不像话本子里那样 都是阴谋算计 利益纠葛 甚至无关爱恨 丰厚大点那天 加上吃得多 所以脸颊总是带着点婴儿肥 春桃看着镜中的我 突然眼眶一红 几年前 小主才这么丁点 整天抱着奴婢的腰 嚷着要填高吃 奴婢不给 小主就满地撒泼打滚 我听得满脸黑线 恨不得跳起来捂住春桃的嘴 可没想到春桃的声音里 都带上了几分哭腔 一转眼 小主都长成大姑娘了 我扭头看春桃 你这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今天是我丰厚 我 春桃眼疾手快捂住我的嘴 声音也恢复了正常 奴婢收回刚才的话 小主这性子还得多摸摸 我微分低 只得了个靠后的位置 急得我抓心脑干的 很想探出脑袋 去看看那传闻中经验 整个进度的左向千金 是个什么模样 一旁的飞走我认识 是那位赵侍郎的千金 封了个赵结瑜 赵结瑜年纪也不大 一张粉面寒春 看着就讨喜 他似乎等得有些无聊了 探过脑袋来同我讲话 我正巧也有点无聊 我俩便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直到功能外唢呐响起 锣鼓喧天 一顶红色的轿子 远远地抬了过来 上面的雕精彩凤 唯妙唯笑 振翅欲飞 一身大红色 凌云繁花功夫的女子 从凤栏上下来 衣服上绣着的金丝栏凤 下一秒仿佛就要起飞似的 我看得嘖嘖称奇 这身衣服 能换多少个大肘子啊 仪式搞得十分庄严肃目 不过好在 一事后的吃食 让我十分满意 赵捷鱼凑过来 看我吃得满嘴油光 有些择舌 你入宫这么久 可成宠了 我摇摇头 他看了我一眼 又小声说了一句难怪 我不懂赵捷鱼谋底的神色 索性也就不过多纠结了 只是可惜 到底没能瞧清楚 皇后娘娘究竟是怎样的相貌 枉费我特意起了个大枣 第二天请安的时候 我险些就没起得来 以至于到了皇后请宫 人都是晕晕乎乎的 赵捷鱼又凑过来 问我是不是没睡好 我点点头 强忍着没打哈钱 很快 就听见公妃们俯身行礼 我也忙有羊学羊 免礼后 我们这些个等级低的妃嫔 只有站着的份 我小心地挪过去 站在了贵妃身后 她狭长的毛子腻了我一眼 然后又恢复了端庄的模样 等大家都入座 我这才敢抬起头看皇后 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皇后的容色并不出众 但胜在周身的气质温婉 让人瞧着便心生清静 果真当的其母一天下四个字 也许是我的视线太过明目张胆 皇后抬眼朝我瞧了过来 那边那个 是哪个弓的 我闻言赶忙站出来行李 乖巧回答 妾身是锦华弓的 皇后嗡了一声 又问我 怎么总盯着她瞧 我捶着头 小声说 臣妾瞧着娘娘好看 头上的簪子也好看 皇后闻言轻笑一声 你倒是第一个说本宫好看的 走近些 让本宫瞧瞧 我硬了声好 小步走上前 皇后娘娘的手 轻轻抚上自己头上的簪子 那是一只斩翅欲飞的凤凰 两只眼睛点着朱翠 活灵活现 当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簪子了 皇后娘娘突然笑着开口 你若喜欢 本宫送你可行 话音刚落 底下的妃子齐齐变了脸色 可皇后一个眼神看过去 没人敢出声 我看不见后面飞瓶的神色 也听不出皇后话里的敲打和试探 只真心觉得皇后人好 还大方 这样漂亮的簪子也愿意赐我 我想来阿娘进宫前教导我的 贵人说什么 我听月照做便行了 其实我娘的原话是 我这点心思全写在脸上 耍心眼也耍不过人家 反而平白讨人闲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听皇上和皇后的话 于是我恭恭敬敬的扶身谢恩 伸手就从皇后娘娘头上 把簪子取了下来 皇后娘娘的脸色嗖的就变了 下方的贵妃健壮赶忙站起来 立声叫住我 容嫔 我不解的回过头 手上的簪子一个没拿住 掉在了地上 咔嚓一声 凤凰的翅膀断了 我正惋惜着 皇后冰冷的声音就从头顶传来 本宫倒是不知 宫里竟有你这样 胆大妄为 不把本宫放在眼里的妃嫔 说着 皇后便叫人 要把我拖下去 这时贵妃快步上前 挡在我身前 娘娘 容嫔刚进宫 性子单纯 不懂规矩 冲撞了娘娘 还请娘娘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懂规矩 好一个不懂规矩 她一个小小嫔妾 都敢公然基于本宫的位置 怕不是有人对后指使 亦或是容嫔自己 恃宠而骄 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皇后的目光伶俐地扫过众人 所有人顿时细细拉拉跪了一片 就连贵妃都拉着我跪了下来 皇后这是要拿我来敲山正虎 来人呐 容嫔以下饭上 拖下去 账则二十 二十账 我起码十天半个月下不来床 只能吃青州小菜 我吓得躲在贵妃身后 紧紧抓着她的衣袖 贵妃抬起头 不卑不亢的同皇后对视 娘娘若要立威 何必拿容嫔一个小妃嫔开刀 贵妃莫不是觉得 本宫动不了你 两人针锋相对 底下的人大气都不敢喘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皇上驾倒 一道清润俊朗的声音传来 这是怎么了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这里在吵闹 这怎么跪了一地 皇后患上端庄得体的笑 不过是有个小妃嫔不开眼 冲撞了本宫 本宫正要罚她呢 皇上还没问是谁 我就哭唧唧跑过去 一把抱住了皇上的大腿 哭得好不可怜 皇上皱起眉 容嫔这是怎么了 呜呜呜 都怪臣妾弄坏了皇后娘娘刺的簪子 皇上你求求娘娘 别打臣妾板子 臣妾怕疼 皇上看着地上摔坏的凤簪 大体明白了是什么情况 于是她耐着性子问我 那罚抄书 臣妾一看书就头疼 那罚俸禄一个月 臣妾日子已经过得很节俭了 再罚就要喝洗北风了 那罚你禁足一个月 那臣妾会闷死的 皇上还想说什么 突然被皇后打断 皇上 你这是摆明了 要交送容嫔吗 看着皇后盛怒的神色 皇上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然后臣妾对我道 就罚你禁足一个月 不准再讨价还价 我只好委屈巴巴的硬下 可皇后还是不满意 皇上 皇上无奈的冲皇后道 皇后 算了 容嫔她脑子不太好 你便不要计较了 皇后文言咬牙很笑 臣妾看是皇上色迷了心窍 将容嫔灌的半点规矩都没有了 皇上似乎有些怕皇后 他文言摸了摸鼻头 又轻声哄她 今日 看在朕的面子上 便算了 下次若再犯 严惩不待 皇后面色还是不善 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我吓得缩了缩脖子 又忍不住小声开口 那簪子 还给我吗 簪子自然是没给我 我还被罚了一个月禁足 很气 锦华宫里 春桃看着我连连叹气 小竹你胜是啥 那可是凤簪 除了皇后 谁敢带凤簪 可是皇后说给我了 她怎么戳了反耳呢 我很不理解 后来才知道 她说的那是反话 就是为了敲打我 皇后好坏 不喜欢她们 禁足的日子是很难过的 好在贵妃和淑妃 偶尔会来投喂我 但我没想到 这天晚上皇上也来了 我还是很喜欢皇上的 她长得好看 脾气也好 皇上笑着看我 问我 怎么就惹了皇后生气 我文言扁扁嘴 气呼呼跟皇上告状 她似乎心情很好 还捏了捏我脸颊上的软肉 整个宫里 朕只有同你说话最熟心 皇上不是说 臣妾没脑子吗 我很委屈 娘亲说我这是大智若鱼 皇上文言笑得更开心了 是啊 朕只有在你这里 能听到真话 容贫 朕真挺喜欢你的 我也扬起白嫩的脸 眼睛亮晶晶的看着皇上 臣妾也喜欢皇上 皇上是除了贵妃姐姐外 对臣妾顶好顶好的人了 从那以后 皇上常来我宫里做作 有时候是做一个时辰 有时候只有半炙箱的时间 他从不在我这里过夜 按皇上的话说 我们之间的情谊 是超脱情爱的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很伟大 皇上真是个有学问的人 禁足解除后 皇上给我进了魏芬 如今我终于混上了飞味 能有自己的小厨房了 人生圆满了 赵婕鱼那天看见我 语气算溜溜的 说我命真好 我笑着回她 我也这么觉得 又到了给皇后请安的日子 这次我乖得连头都不敢抬 没想到请安结束后 皇后却单独留下了我 她的笑容又恢复了初见时的和善 容飞 本宫前些日子新学了到点心 听说你最爱吃 便想着邀你来尝尝 我有些迷茫的抬头看皇后 她怎么又刺我东西 但是这次是点心 应该不会有事吧 看着桌上的点心 又看看皇后 我没忍住 伸手拿了一块 好难吃 我皱皱眉 真诚的看着皇后 娘娘做得很好 下次别做了 皇后脸上的笑 一下子僵住了 她皮笑肉不笑的看着我 容飞不再多吃点吗 我把盘子往前一推 白手拒绝 不了娘娘 真的挺难吃的 这次皇后没罚我 直接把我赶了出去 可是我觉得 她给我吃那么难吃的点心 就是在惩罚我 我回去一定要吃五块 十块填高 拯救一下自己的味蕾 后来皇后似乎找到了乐趣 偶尔就把我叫过去是点心 说实话 我每次都是抱着期待 希望皇后娘娘的手艺 能蒸蒸日上 结果一次鼻子难吃 之前色香味 起码还有个色 这次她直接做了盘狗屎 看着盘子里黄布拉吉 造型奇特的点心 我表情痛苦地看着皇后 哭丧着脸问她 这玩意吃下去 真的不会死人吗 皇后娘娘闻言 突然笑了 她伸出手摸摸我的头 又壮似疑惑地问道 不是脑子不好吗 怎么还挑食 我有些抓狂 就算是个傻子 也不至于能吃得下这碗一把 看着我的表情 皇后扑吃笑出来 好了 本宫不逗你了 自己去玩吧 她好像在训狗啊 我郁闷地回宫 刚坐下 又被贵妃叫了过去 她有些担忧地问我 皇后有没有为难我 我闻言顿时激动起来 手舞足倒着 比划皇后做的东西 有多难吃 贵妃笑着摸摸我的脑袋 说我们阿宁傻人有傻福 我那时还不懂贵妃话中的深意 可等我真正懂的那一天 一切都太晚了 贵妃怀孕了 宫中妃嫔本就不多 受宠的就更没几个了 所以贵妃怀的是皇上的皇长子 我和景龙都很高兴 贵妃脸上也挂着淡淡的笑 没一会儿 淑妃也过来了 她看着贵妃的肚子 嘖嘖赞叹 你这肚子还真争气 贵妃跟我说 淑妃娘娘娘人不错 就是这张嘴 得理不饶人 没理也能说出三分里来 今日来道贺的妃嫔很多 但我没想到皇后也来了 她身后还跟着赵婕妤 想来两人是路上遇见的 我本以为皇后是来找茬的 没想到她只是极其冷淡地扫了一眼 然后目光落在贵妃的肚子上 嘱咐了一句 既然有了便好生养着 缺什么少什么便跟本宫说 皇后娘娘甚至还免了贵妃的请安 怀孕竟然还有这个待遇 皇后走后 我就一直盯着自己的肚子瞧 恨不得也能立马还上 贵妃知道我的想法后 笑着点我的额头 你这脑子里成天都在想些什么 我想娘娘能早点生下小皇子 这样我就能让她喊我做依依了 对于这个孩子 我们是很期待的 皇上也是 她来贵妃宫里的次数都频繁了许多 每次都像个少年狼一样 兴奋地手足无措 对着贵妃的肚子让她喊父皇 一转眼贵妃怀孕八个月了 她大着肚子 整个人都散发着母性 连眉眼都柔和了许多 这些日子 皇后常来看她 眼睛里透露着惊奇 直到有一次 贵妃抓着皇后的手掌 轻轻贴在自己的肚子上 皇后的眼睛搜得亮了 真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贵妃姐姐的肚子我可是天天摸 有时候还会趴在上面 听孩子的心跳 真的很神奇 那里竟然孕育着一个生命 皇后这次带来一个食盒 里面装着精致好看的点心 本宫亲手做的 你尝尝 难吃的想死的记忆浮现 我赶忙上前隔开皇后 一副老母鸡互毒的姿态 挡在贵妃面前 贵妃笑着推开我 这是做什么 还能有毒不成 此话一出 屋里的人齐齐都变了脸色 我一脸警惕地看着那盒东西 然后十分严肃地告诉贵妃 贵妃姐姐 难吃 很难吃 相当非常十分难吃 屋里所有人文言都松了口气 就连皇后也笑着摸摸我的头 小丫头还挺记仇的 我这才知道 皇后未出阁的时候 做的点心便是精中一绝 贵妃娘娘笑着打趣 有多少人求着咱们皇后娘娘做点心 她都不肯呢 你白吃了这么多顿 倒是个有福气的 我宁愿没有这个福气 原来皇后之前是故意做得难吃整我的 小心眼 实在太小心眼了 看着我仍是一脸狐疑的样子 皇后无奈地拿起一个放到我嘴边 你尝尝 点心诱人的香气夹杂着一丝勾人的甜味 我嗷乌一口咬上去 连带着皇后的手指都被我含在了嘴里 她惊呼一声抽出手指 有些嫌恶地看着我 倒真是个魂不拎的 几人又笑开来 见我一脸满足的神情 舒飞娘娘也好奇地凑上来 拿起一块糕点 什么吗 搞得那么紧张 我还以为有毒呢 没想到这话静一语成衬 我猛地呕出一大口血来 两眼一黑 便没了知觉 这下 所有人都慌了 我只觉得周围天旋地转 眼前一直有人在走动 耳边一直有人在吵 好吵 醒了 醒了 我睁开眼 这才看见贵妃红着眼坐在我床前 双手紧紧攥着我的手 见我醒过来 才松了一口气 所有人都以为糕点里有毒 可是太医查验过后并无毒 而是被放了大量射箱 这玩意对普通人来说并无不妥 反而还是良药 可对于怀孕的人来说 却是致命的毒药 这点心真正想害的人是谁 已经不言而喻了 贵妃听着太医的回话 冷声问 既然无毒 那龙飞为什么会脱血 太医闻眼俯下身 龙飞娘娘她对射箱过敏 哦对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这时我突然感觉 有一道冰冷的视线 令人头皮发麻 可等我看过去 却只瞧见赵劫瑜 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这次的事情 让皇上雷霆震怒 但他并不是个糊涂的皇帝 没有直接了当 判定皇后就是凶手 可一切的证据都指向皇后 而且事情发生后 皇后的心腹宫女就自杀了 本来事情到这里 就该结案了 但皇上却不肯罢休 宫里这两天 人心惶惶 引有风雨欲来之事 慎行司的人 抓走了一个又一个 跟事情有关的宫女太监 严刑拷打之下 还侦查到了真凶 赵劫瑜被带走那天 来了我宫里一趟 他送了我一只小兔子的发簪 笑着插在我的云币上 阿宁 我其实真的挺想跟你做朋友的 不是赵劫瑜和荣飞 而是赵盼盼和江宁 我不解的看着他 我们不是一直都是朋友吗 他却不理我自顾自又说了许多 直到慎行司的人来把他带走 我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追出去问他为什么 他却冲我扯出一抹忌惮的笑 阿宁 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事 都像你想的那么单纯 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 赵盼盼身不由己的事情是什么呢 直到他死后 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他的故事 赵侍郎本事不一 最开始靠着妻子发家 后来又靠着卖女儿一路高升 赵盼盼上头四个姐姐 全都嫁进薰贵人家做了妾事 唯有他是个争气的 嫁进了皇宫 还成了结语 可是赵侍郎却不满足于此 他用赵盼盼的姨娘做威胁 让他用尽手段也要生下皇长子 甚至送来了他姨娘的一根断纸 没想到小小一个侍郎 野心竟会如此大 赵盼盼这一生都没为自己活过 他用自己的幸福为姨娘换生路 用这条性命为父兄谋前程 我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赵盼盼最后的笑 带着释然和解脱 他大抵是自己不想活了 一个经历诸多坎坷不幸 在身宅后院里挣扎出来的女子 把自己塞进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壳子里 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是幸福的 是有人爱的 她是可恨的 却也是可怜的 贵妃知道后也只是轻声叹了口气 我们这些在父母交纵下长大的孩子 没法判断赵盼盼的对错 我到底是没能做成宠妃 给爹娘的家书里 我十分不耻地痛斥了他们卖女求龙这件事 并且还义正言辞告诉我爹 我在宫里是不会帮衬他的 让他自己好好做人 廉政做官 气得我爹收到家书的第二天就情职入宫 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 可是骂到最后 我那不着调的爹爹突然红了眼 他摸着我的头 语气难得慈爱了几分 阿宁过好自己变形 爹爹再朝堂 也断不会给阿宁丢脸的 我们阿宁真是长大了 我也一脸欣慰地点点头 爹爹也比以前懂事了许多 起码这次进宫 知道给我带东西了 以往都是空手来的 我爹文言气得又要抬脚踹我 真是白仰了你这混账 他虽然凶了我一顿 可是走后 我还是有些难过 尤其是看到爹爹给我带的甜膏 和娘亲亲手秀的邪后 眼睛不由自主 蒙上了一层水雾 我把赵盼盼送我的那只兔子 发在埋在了院里的 那颗芙蓉花树下 赵盼盼若有来生 做个快乐的姑娘吧 只为自己而活 贵妃姐姐生了个小公主 我和景龙都有些失望 但是贵妃和皇上却很高兴 看着我俩搭拉着脸 嬷嬷又一人赏了个脑瓜崩 你们两个小丫头年岁不大 心思怎么这么迂腐 景龙失望是因为在宫里有了皇子 才能地位稳固 我失望是单纯因为小公主长得丑 小脸皱皱巴巴的 还没牙 但是很快 我俩就转变了想法 小公主越长越可爱 跟个雪白的粉团子似的 逢人变笑 看得人心生欢喜 皇上其实不算个专情的人 但是他带贵妃 却总是有几分不同的 他为小公主赐民永乐 希望他永远快乐 淑妃娘娘每天都来看永乐 眼巴巴的样子 让我忍不住怀疑 下一秒他就要动手抢孩子了 结果没多久 他也怀孕了 那段时间的淑妃 就像只骄傲的花孔雀 整天满皇宫转悠 转悠完还不忘来贵妃这里炫耀 本宫到时候 一定生得比永乐还好看的小公主 一旁震丸的永乐 听到自己的名字 从淑妃咧嘴笑了 淑妃眼中顿时冒出金光来 冲过来抱住永乐 一口一个心肝地叫着 年前几天 淑妃生了是个皇子 淑妃娘娘得知是个皇子后 一脸挫败 她对小皇子十分嫌弃 整天跑来贵妃宫里逗永乐 有一次还说 要用小皇子换永乐 皇上给小皇子取名叫永章 永章可能是受淑妃的影响吧 从小就喜欢跟在永乐身后 乃生乃气地叫她姐姐 永乐五岁那年 贵妃姐姐又怀了 这次是个小皇子 皇上为她赐名永安 安乐是她对这双子女最好的祝福 宫里的妃子这次都尽了位分 淑妃如愿生了贵妃 贵妃则成了皇贵妃 我也跟着沾光 得了个得妃的称号 有时候我会想 我的妃味也是买来的 想着想着我便笑了 笑着笑着却又哭了 我大抵不是什么聪明的人 嚷嚷了一辈子要争宠 却从未成过恩宠 皇上还是偶尔喜欢到我宫里做作 他说我出进宫时年岁还小 每次眨巴着眼睛看她 都让她心里泛起柔软 就像看到一个如木兄长的妹妹 皇上问我想不想出宫 她可以为我安排 我拒绝了 这个宫里还有我眷恋的人 有我一生的挚友 我想留在这里 看着我在乎的人 此生都能圆满 皇后一生都没有子嗣 直到她后来病重 我才知道 赵婕鱼当初为了一击避重 在皇后的饮食茶水 甚至衣服首饰上都放了射箱 长此以往 皇后被伤了身子 此生都无法有韵了 她眼角早就攀上细纹 也不负当年的荣光了 可确实瞧着我笑 阿宁 本宫其实很羡慕你 无忧无虑了此一生 皇后其实不爱皇上 他有爱慕的少年郎 可为了母族 他必须进宫 皇后死在了 春日暖阳最盛的那天 我看着太阳有些扎眼 嘴角扯出一抹笑来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 这样也好 皇后娘娘最怕冷了 不知不觉 我进宫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 从不安事事的少女 成了人人见了 都要俯首叩拜的得飞 在一个冬天 皇上病了 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过 他临终前把我叫过去 皇上的眉目 早已不负当年的俊朗温润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了 皇上瞧着我去笑 阿宁 你都成小老太太了 我也跟着笑 陛下也是小老头了 终究是朕对不住你 我摇摇头 握住皇上的手 陛下待阿宁很好 此生能遇见陛下 已是臣妾最大的姓氏 他笑了 又让我把皇贵妃叫进来 皇上驾崩后 皇贵妃肉眼可见得老了 好像这一生的信念都崩塌了 他是真心爱慕过皇上的 年少时的遇见 足以惊艳一生 永安登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皇贵妃成了太后 我也跟着詹光 做了个太妃 贵妃跟永章一起去了封地 这一去便再没回过皇城 我和太后都知道 他是想让永安安心 太后在先皇驾崩一年后 也跟着去了 我看着她安静的睡颜 恍惚间记起 漫天的海棠花海 穿着一身红衣的贵妃 她急肆意地对我说 跟本宫走 保你顿顿吃肉 如今 我大爹也该跟她去了 不然她一个人在下面 该有多无聊啊 我一生无子 此前 永乐和永安福在我床上 哭得好生可怜 永乐都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 像极了她娘亲 她哭着拽住我的手 娘娘 您别走 母亲已经去了 您不能再抛下我们了 我艰难地抬起手 摸摸涌落的头 好孩子 娘娘得去陪你们母妃 她这个人啊 最怕黑了 我感觉 力气在一点点消失 眼前却出现一道亮光 光的尽头 是一身红裙 张扬四溢的梦长 我们退去了 满身的枷锁荣辱 已将您和梦长的身份 再次相遇了 若有来生 不负长您 全文完